摇滚乐大家一定不陌生 但是日本较早的摇滚风格的服装如何流行 你了解吗 那么70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力道十足 就连从事体力工作的青少年都买得起当下的基础的潮流服饰 当这些青年开始成为消费者 他们不追随社会经济地位比他们高的那些人 而是呢被另外一种风格吸引 他们认为很多年前穿衣服比较作众 那穿衣呢就应该很man 很酷很粗创 有一个代表性的名物 确实影响了当时大部分年轻人的服饰偏好 他就是山崎真行 他从日本战后的坏小孩和美国五十年代的不良少年 找到了穿搭的灵感 那这两股时尚的潮流呢 最后汇集成了亚文化 这个词呢原本最初是指粗暴蛮横的阳机大兵 有个性的时尚就是街头时尚你认同吗 这是在六十年代当时日本年轻人穿着的态度 当时呢除了被诸多家长担心不良的服装以外 还有一个让所有家长都比较头疼的问题 就是年轻人的发型 飞机头 家长都觉得这是不良少年的打扮 这种三十年代的美国造型在战后的日本年轻人之间再度流行 家长讨厌飞机头 因为他与朴素背道而驰啊 而且从黑市购买法油 对家中的这个经济也是一种负担 那么爵士乐手和不良少年极其热爱这种造型 导致了他成为了不入流的同意子 现在不少人穿着宽松的裤子 在五十年代的日本有一种风格和现在的比较类似 并且呢比现在某些宽松的穿搭呢更为夸张 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曼波风 当时年轻的情侣晚上会在夜店大汗淋漓的跟着拉丁的节奏跳舞 那么曼波舞的男生啊会穿宽肩的西装外套 搭配鲜艳的衬衫 以及夸张的曼波裤 虽然曼波音乐的热潮呢迅速消退 但是这种特殊的服装品味 让曼波成为了年轻人的穿搭文化 那么曼波裤继续流行 成为了街头年轻人最喜欢的长酷款式 那放在今天来看 这种风格你喜欢吗